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不管再苦再累,我们都要始终保持微笑 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要守住自己的初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半生已过,才领悟到人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其实,人生漫漫,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时段会有很多 或许是人到了中年的时候,被强大的生活压力,压得喘不过起来 一下子才会领悟了那么多 尽管有些无奈,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必须顺势而为 适当改变,才能终走出人生的无奈,才能走出人生的低谷 你才能有一个新的开心,才能遇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阿诚40岁了,失业了半年,在这个过程中,他是难熬的,正处于人生的低谷 真的不知所措 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自由惯的他,不得不做出了改变 以前他受不了约束,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 行情不好之后,只能转行了,从而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尝试着去送快递,没多久就放弃 他尝试了去家里附近的厂子里找工作 但是嫌弃工资太低,工作时长太长,又放弃了 没有不辛苦的工作,不是别人不接受你,而是你的自己愿不愿意迈出那一步 人到中年的他,没有收入是不行的 于是那个时候,遇到了招聘写警的工作 他当过兵,有三个条件是复合的 所以就报名去了,没有想到,通过了考试,于是就做了写警了 人生的机遇,可遇不可求,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 生活从来都是身不由己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就是为了好好地活着 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宫廷的 只有努力了,你才能遇见更多的可能 才能让你在漠然回首的时候,问心无愧 人生,心态决定一切,即使处于低谷,我们也不能怨天尤人 唯有乐观面对,好好努力,才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半生已过,才领悟到,改变不了别人,就要学会改变自己 看莫言的《生死疲劳》这本书的时候,深深地领悟到世事无常 但是无常才是正常的运行轨道 我们的人生是不断变化着的 谁都无法保证生活一成不变 不同的时段会让我们遇到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事情中,看的角度不同 想法也会不同 就像是书本说的西门珠一样 他本来就很讨厌投胎当猪的 结果遇到了好时机,一养猪为流行 同时,他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猪 因为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西门珠为全村争取到了食料 也受到了村里的优待 因为他觉得当猪比当人还要好 好景不长 西门珠封光了一段时间后 由于别人的贪污,造成了饲料短缺 猪长很多猪都死了 不过西门珠逃过一劫 这个世界不公平 对人不公平 对猪也不公平 可那又能怎样 改变还是认命 决定权在自己手里 西门珠选择了前者 会倒立 会上树 会游泳 就是他做出的改变 他也受到了应有的待遇 逃过了猪瘟 西门珠也是幸运的 在做人时没享受的待遇 做猪时都享受的 并且还目睹了金龙改姓 还保护了自己想保护的人 就像书里说的 无法改变别人 那就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曾经也是一个脾气暴躁 容易冲动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所认识的人和物 让我学会了包容和理解 改变别人很难 还不如花时间来修炼自己 修自己那颗不完整的心 我觉得通过学习 自己学习想开了很多 之前的时候 偶尔会烦躁和郁闷 但让你学会放下 学会成长 试着用和解的态度 去面对一切人和事 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半生已过 才领悟到 放下执念 才能放过自己 你也许在生活 失去了很多东西 也遭受了很多 不公平的事情 如果心中 总是一直愤愤不平 总是揪住一些东西 不放手 那么就会形成一种执念 越是挣扎 越是得不到 自己也就越痛苦 生活中 有多少痴心男女 为情所困 为情所伤 而不回头 这样对待感情 虽然说有从一而终的美德 但也有对自己人生 一次的不负责 做人 首先要做好自己 坚强而不为外物 所伤的自己 才能不论面对什么 勇敢的心 永远阳光 不伤己 不怨人 人生几十年 怎样过都是过 放不下的执念 如耿在喉 难受的 也只是自己 有时候 你以为的对 不一定是对 你以为的错 也不一定真的是错 坚持自己的原则 没有错 只是没有顺应 那个时代罢了 时代不断改变 人们的思想 也在改变 只有不断的与时俱进 才能不断发展 只有真正能放下执念 放过自己 才能轻松应对 纷纷扰扰的生活状态 幸福快乐每一天 半生已过 看透了人情冷暖 也看清了事实多变 才渐渐地领悟到很多事情 半生已过 沉痛地领悟到 生活不是别人给你的 而是自己熬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 一切唯有自己去承受 人生这辈子 不怕去折腾生活 也不怕生活折腾自己 好好努力 用力活着 战胜生活中的各种难题 苦并快乐着 其实人这一生 谁都不容易 成年人的世界里 更是没有容易二字 谁还不是一边奔跑 一边擦干眼泪 拼尽全力去换取好的生活 生活一地鸡毛 工作上更是很多烦心事 原来苦才是人生的常态 没有谁生来就会很强大 我们都是在生活中 摸爬滚打过来的 在一次次的经历之中 才一次次的风雨洗礼下 才渐渐地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内心 生活是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待 才能换来什么样的生活 当你熬过了生活中所有的苦 你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过上更好的生活 半生已过 沉痛地领悟到 人情如纸张张薄 事事如棋局局心 所谓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人心就是最难以直视的东西 太难以捉摸了 社会复杂 人心现实 很多时候见不得我们好的不是外人 而是身边的这些人 有跟你关系好的同事 有跟你交好的朋友 有跟你套近乎的学生家长 他们见不得你好 就是因为你太优秀了 显得他们没有了存在感 甚至感觉到了威胁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对你更是充满了算计 年轻的你 或许难以看清这一些 但是人到了中年之后 对这些越来越清晰了 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才明白 在你身边的未必 是真心对你的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不要高估自己 在别人心中的位置 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 凡事谨慎一些 懂得擦眼观色 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人与人之间 真心换真心 若是换不来 那就学会远离了 人生过半 沉痛地领悟到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莫论人非 控制自己的嘴 便是在给自己行善基辅 人这辈子 话太多也不行 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就容易得罪别人 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祸患 话太少也不行 容易让自己吃亏 更容易被人欺负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讨好和迎合别人而活 也不是为了嘲讽别人而抬高自己而活 不是为了跟别人勾心斗角和相互攀比而活 我们是为了活出自己的人生 过好自己的生活 在生活里 别人的事情 不要去瞎掺和和打听 与其浪费时间去八卦这些事 不如默默提升自己 不在背后说别人闲话和坏话 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修养 凡事流于地 日后好相见 半生已过 沉痛地领悟到 人这辈子 若是不懂得感恩 一定会把自己的人生路越走越窄 在人生路上 我们不可能一直都是单枪提马 总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无论恩情大小 我们都要学会感恩 心存感恩 才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人缘 对我们的人生来说 更是在给自己打开一扇窗 日后会让我们得以退路 不管是父母 还是朋友 还是其他人 帮助过我们的人都要真心感谢 好好报答 没有人是有义务对你好 都是因为情义 别人对我们有情 而我们不能无情 唯有将心比心 真情换真情 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半生已过 最深的领悟便是 人这辈子 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小事 健康地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惊喜和意外 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永远不知道 人生无常 事事难料 我们要活在当下 珍惜好身边人 好好善待自己 善待身边人 来日并不是方长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人生 不要太看重钱财和名利 若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牺牲自己的健康 去换来的钱财 那么即使是你拥有了 也是无福消瘦 人生好好吃饭 好好活着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保持平常心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一切都是浮云 我们下期待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所以我只能财